喂 喂 媽 我等一下就要下班了 我過去接妳吃晚餐喔 蛤 你不去啊 為什麼 可是我餐廳都要訂好了欸 蛤 你真的不來喔 好啦好啦 算了算了 那就先這樣吧 怎麼了 幹嘛 被女朋友放鴿子喔 唉唷 我媽 她就是覺得 四肢無力 全身沒力 她說我媽是不是得絕症啊 不會啦 這其實就是一個肌少症的象徵 因為肌肉會隨時的流失 所以要多運動啊 反正跟著小豬老師運動就對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ster Coach 小豬老師 我是豬腳原志 常常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父母親都會有一些摔倒 或者是一些軟腳的狀況 甚至其實我們都會在三分鐘都還蠻擔心自己父母親在家中 是不是很平安的 對 甚至有時候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也走路的時候都會容易軟腳 對 而且我爸媽就是身體都不太好這樣子 沒什麼力 是 我也常常會收到一些好朋友 都會打電話來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爸昨天又跌倒了 有沒有什麼一些招數可以教我幾招 現在我就公開我的獨家律方 教大家用一些小道具 就可以在家完成我們的運動喔 OK 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是沙發站立 我們可以邊追劇邊做運動 對抗我們的肌少症 好 請坐 等一下我們在追劇就在看電視 對 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要挺胸 然後把腳踩穩 踩穩 好 直接往上站 往上站 就連續先做個30個 30個 會選擇在沙發上就是因為 沙發是我們比較平常會在做的地方以外 它也是一個道具 不怕我們自己會東倒西歪會跌倒 所以當父母親在家的時候 其實用這樣的動作就可以 那記得在做的時候 我們不要完全做到底 就是做一點點就可以站起來 這樣子就好 再站 那記得有些父母親他們會比較沒有力 那手是可以扶著腿 再慢慢推起來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做 一個距差不多一個小時 你們就一個小時可以做到幾下 就做到幾下 會有點喘就可以休息 OK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是 踮腳尖 我們做我們的小腿跟腳踝的一個強化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椅子 準備椅子呢 都是希望我們在做的時候 不會東倒西歪會不會跌倒 這是一個安全的道具 如果沒有椅子也沒關係 你可以手扶著牆壁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喔 OK 我們準備踮腳 然後往上踮 兩秒鐘再慢慢下來 往上踮 再下來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十下 做個兩組就可以了 老師老師 那這樣會對腳踝造成負擔嗎 問得很好喔 其實做這個動作 它對我們的小腿跟腳踝 反而是一個強化 因為你還記得 我們上一集有說過 雞少爪會跌倒嗎 因為當跌倒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下肢無力 我們強化我們的腳踝 跟我們的小腿的時候 它力量會更多 對地板的感覺跟穩定性會更高 所以就比較不會傷害喔 老師老師我有一種抽筋的感覺 那就可以休息了 所有動作都亮麗而為 當你覺得不舒服 就隨時休息 第三招 我們要練習的是平衡感 平衡感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要閉眼睛 然後單腳 你試試看 閉眼睛 單腳 哪一隻腳 隨便哪一隻腳 右腳往後推 右腳往後推 輕輕的 好就這樣子穩定 穩定 你會不會感覺開始身體會晃 欸沒有 有嗎 可是畫面上有晃的感覺 閉眼睛的時候 我們的中文會關閉 我們的平衡 接下來如果可以的話 好我們可以準備一個椅子在旁邊 因為當你不安全的時候 你可以扶著 可以保護它 OK 先不要扶那麼多 輕輕的 然後腳輕鬆的點地 在那邊扶著 點地 對 當會晃的時候你再去扶椅子 所以我就 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嗯 點腳 OK很好 鍛鍊一種平衡感的感覺 是你而且可以找到自己的本體感受 你自己感覺到小腿在出力 肚子好像又有點用力 對 然後外界跟你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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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帶一個大隻的眼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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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太久了 好 動作要做的對 才會事半功倍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小豬老師 還想要看什麼運動瘦身的影片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就到這裡囉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便宜